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五的凌晨 歐協聯第三圈展開多場的較量 其中金馬雷斯次回合主場對陣蘇黎勢 金馬雷斯近期連戰連勝 其中就包括首回合3比0大勝蘇黎勢 面對近況不穩的蘇黎勢 狀態更好的金馬雷斯次回合 定能延續勝責 金馬雷斯近五場比賽全勝之餘 期間得失球比達到驚人的11比0 球隊攻防兩方面坤表現出色 首回合作赫蘇黎勢的比賽中 阿爾文加斯、尼爾遜、奧麗華拉都有見攻 其中原本施職左閘的阿爾文加斯 在比賽中擔任了中場 並打出了不錯的成效 而尼爾遜、奧麗華拉是金馬雷斯的正選中鋒 這屆勾協聯都貢獻了一球和一個助攻 攻擊線狀態火熱是他們能夠連戰連勝的原因 經過首回合的較量 金馬雷斯如今手握3球領先優勢 同時又是主場作戰 要知道他們上季蒲超主場勝率超過6成 次回合再戰手下霸仗蘇黎勢 和馬雷斯在下一城沒有難度 蘇黎勢近期同時精戰瑞士超和勾協聯2個項目 各球隊近6場比賽贏下3場 不過這3場都是主場作戰 最近聯賽作客青年人和勾協聯2圈作客 舒爾本都錄得和督 蘇黎勢仍需證明自己的核戰能力 而且首回合對陣金馬雷斯 蘇黎勢在主場被對手連入3球 自己卻一球都未能攻隱 攻防兩方面坤被對手掌握 在大比分落後的情況下 球員難免未戰先險 他們目前只能寄望在攻擊線能打開局面 投號攻擊手安東尼奧馬切沙盧 缺席了首回合的比賽 他在上將瑞士超對陣 洛桑體育隊的比賽中有出場 但願她的回歸能夠改善蘇黎勢的進攻表現 不過在落後三球的情況下 蘇黎勢次回合想要反敗為勝 簡直癡心妄想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再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油給你 欣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